这里已经不够 要继续再继续 因为已经转转了 转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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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这里 要睡在家里 现在就会害怕 晚上也有 污损严重的受灾户 老早就被撤离到帐篷区占住 但有些房子外表看似没有损坏的 其实也是岌岌可危 志工勘察每户的污矿 也到帐篷区未放灾民 实际了解了居民的需求后 志工赶紧采买相关物资 包括婴儿尿布 毛毯 冠洗用品等 让居民能解决眼前所需 当天有些论 都不可以 或是 或是 如果黑色尔少尼过 如果阳尔少尼尿尿不停 会趕峰 地震之后 灾区已有不少慈善团体提供食物 但受限于帐篷生活条件窘迫 那些食物都无法被妥善利用 志工也进一步调查他们真正的需要 目前慈激印尼分会已完成重灾区 1609户的物资发放 之后会再依照当地政府提供的受灾家庭名册 调整发放的对象及物资内容 大爱新闻 史蒂芬尼 汉达尼 印尼报道